你干嘛 五 四 五 四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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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你自己爱的当局 金先生 新智 真是很好 若是没有给他给他 真是很怕算 我们家老子 你有什么要给他给他 金先生 老师有去邮局 用你的名字开了一个户头 里面的钱虽然不多 但是够你用一阵子了 老师 希望你将来有能力 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让这一笔钱产生善乐循环 老师 期待你成为一位 人先人术的医生 金城的春天来咯 天宇 我们陈医师总是这么仗义直言 我是觉得你要不要表示一下 看人是请我们陈医师吃个饭 还是什么的 没关系 大家同事互相帮忙应该的 我这不能制作机会 求你把机会推走是怎样 不好意思 这样让你孩子破费 谁要他破费 我要你破费 结束之后你去付钱不就好 正式的 医术也高超 念书也那么会念 就是追女孩子那么笨 我喜欢你 陈医师 你怎么这么直接 不是说好了先约她吃饭 看电影 在好好跟她说的吗 不要 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讲 突然很想喝珍奶 现在大半夜的 去哪里买珍奶 那个田医说她想喝珍珠奶茶 珍珠奶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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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各位冯志明 大家好 欢迎订阅她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 心境的问题 很重要 我陈医师 阿诚 现在回来在我们团 住着朋友做移书 你老师要辛苦平常 可以去找她 应该带她去找她 不然她买电了 不然她买电了 最后要给朋友扣钱 阿诚现在已经不应该 没时间回来 你又想要带她走路 陈医师 她一个人 撑起院里的神经外科 要看门诊 要开刀 要急诊 还要寻防 这种工作量只有操人 才能附和得了 我们也很体谅她 可是她真的太严肃了 大家都很怕她 不知道哪里做错了 又要被她骂 黑白茶 教了多少次还不会写 还好这床刀是我开的 换来别的医生 谁看得懂 我这里又没有别的医生 我听说她的肿瘤部位 长得很复杂 很多医生都建议不要开刀 真的很佩服你的勇气 可是你想想看 在现在这个阶段她是病人 如果医生都不愿意给她机会 病人哪有能力给自己机会 我们都是为人父母的 也是为人子女 都会有受到病痛折磨的时候 如果我们要用同理心 去看待那些病人 把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亲人 也许我们就更能够懂得珍惜他们 也更能够懂得尊敬 并且感谢他们 拜托你救救我儿子 现在只有你来救他 拜托你了 先让我看你儿子的状况好不好 变人的姓名是在跟时间拔合 光想这一点 我们有拒绝 有含泪的权利吗 听得我都热血起来了 谢谢学长 我们一起加油 多做事啊 不要一直加油 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就告诉我们 人生八苦病痛最苦 如果让病痛的人离苦得乐 上人说大医王能够让患者身心得到安顿 今天就邀请到三位 让许多的人从苦变乐变幸福的大医王 首先来邀请的是 慈济医疗之业的执行长 林俊荣医师 执行长好 全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感恩子营长 接下来介绍的是台中慈济医院的院长 简守姓医师 主持人林好 全球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再过几天就中秋节了 月圆人团圆 你看今天圆桌圆圆圆 我们因为一个因缘相聚在一起 就是恭喜执行长您的新书出版了 我们一起打造一个幸福的医院 幸福的医院在执行长的眼中心里 是什么样的定义 我们做医师的 进入医学院念医学 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帮忙病人 所以当病人能够要到或者是到到病处 能够笑得满怀的话 这个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达到那样的目标 我们医疗志业就流行这么一句话 就是把幸福美满快乐 留给病人 但是所有的问题困难跟责任 那我们医疗人员来承担 天下最美的就是病人的效果 那在大林很好的是 不是一个人 我们一群人 医生 护士 医剂 跟行政人员包括志工在内 大家都有那个共同的目标 是 大林慈悸医院 从起业到今二十二年 两千年的八月起业 那时候毕路拦驴 检院长还是其中一位 想当初大林慈悸刚起业的时候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想不到一转眼已经十几年了 事件给我睁开 先生 这十几年来 我陪着慈悦成长 看着医院 从乡亲门眼中 那栋陌生的大楼 慢慢变成乡亲门口中 那间田中央的大医院 真的是很不容易 在大林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 每一个角落都有故事 每一个心情都有地址 那个就是幸福 因为我们走过 家户病房的一个角落 想到的是曾经在里面 我们一起努力生死拔河 然后抢救回来的生命 然后看到医护人员 那么样辛苦的陪伴 家人那么样勇敢的 一起来把这样的一个困难 克服的一个过程 刻骨铭心 医疗里面有这样的故事 那就是幸福 那就是幸福 副院长呢 我们医师或护理 在学医的过程中 就是希望能够把病人治疗好 那特别是在我治疗病人的过程中 有很多都是在其他医院认为 已经没办法治疗的那些病 那当我认真的去把他们的问题解决 然后病人的问题好了以后 他们所展现出来的笑容 那对我相当的有成就感 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幸福 所以你的幸福 自己幸福 病人幸福 整个氛围都幸福 对 一间会让人微笑的医院 就这样子在残留处立而成 就是打咸咽肌的 这个白色的这个 到这里 到这里 就是颈椎 一直到胸椎 对 差不多胸椎就上眼了 肿瘤已经太长了 所以就是很多医生 他其实一开始看着 他就完全一看到那个 核磁工程的报告出来 就不帮我手术了 那就是可能令勤 就是可以帮你看诊的意思 这样子 那我们检查起来就是 颈椎水到胸椎的位置 长了一颗肿瘤 那叫做水内肿瘤 算是手术的难度跟风险 是最高的一种 他讲解的还蛮仔细的 就是肿瘤的长的位置 后来是怎么样的 会发展 或之后可能会遇到过事情 或是这样 就跟以往去求诊的 其实医生他的看诊态度 其实有落差 其实他就说 你这个手术 你问现在不是手术 你之后也不用来手术 因为手术这个几率 可能就是非常非常低 可以站 可以站 能走吗 可以走一点点 那很好啊 有进步啊 很感谢臣妇 因为她一路走过来就是 把我们照顾 帮我们照顾到 她现在不走 变成才会走 小心啊 看好啊 妈妈走就好了 好啊 差很多了啦 把她那些不好的东西拿起来 现在好了 很感谢她 说你自己工作的地方 工作上说还要 林指寻长 那你从北领 美国的北领医院 回到了花莲慈悸医院 再到大林慈悸医院 后来承担了慈悸医疗的执行长 这么多 如果切割成不同的时段 哪一段让你觉得最幸福 大林慈悸医院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目前其他医院 可能很难达到那样的一个目标 因为大林是持继到西部来 第一家医院 翻越中央山脉 对 而且好像一张白纸 因为它刚开始 所以你可以尽情发挥 那我们这一群人 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之下 把这个人文真的是展现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做得淋漓尽致 现在回想起来 那是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它是太美味了 又想起来 不想起来 分析 我觉得在大林真的很多甜蜜的时光 过去的时候 我们还每年岁末祝福的时候 介绍福贵红包上面的盗税的时候 也会说这是来自 大陵慈基医院的医务人员 种出来的盗的盗税 所以不管是华龙舟 打鼓 人文活动 铺连锁砖 不管疫诊 或是国际震灾 执行长真的都是带头做 不拍到他也难 因为180公分高 连锁砖我跟你说 是 两万两千多坪的土地 对 不是都是我们别铺的 因为我们要上班 我知道 但是我就跟建筑商说 这一块就是大门那一块 留给我们 你千万不能动这里 所以那个北中南来的 我们的志工很多 他都是那个路什么都不好 但是大门前面那一端 你仔细去看看铺的比较 我们唯有这样 我很有趣参临 这个才是我们的医院 就用自己打造自己的家的这样的心情 去实践这个动作 不管是阿公阿嬷想捐交通车 或是周青山阿伯 从企业一直煮清炒茶给大家吃 这些故事会不会让你们在自家幸福的医院服务的时候 更有元气 更有动力 我们就常常开玩笑讲说 别的这个医院 大概这个老板 董事长就一个 我们的董事长是成千上万 他们的那一份的一个关怀的心 希望的是什么 他们投注在我们身上 希望我们到底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医师 或者什么样的一个医疗行为 其实就在那个点点滴滴之间 不管是捐多少钱 那个一辈子的积蓄 为的就是希望打造一个 他心中可以安心 让病人可以安心的一个医院 那我们能不用心的去照顾病人吗 当然会 所以这些就无形变成 这个千万的董事长 在让大家往同样一个爱的方向去前进 所以其实那一份的感动 就不管刚刚执警长提到 那个我看到窗外 我们师兄师姐 还有很多的这个同仁 大家一起来把这个医院 任何人看到都说不可能的事情 竟然完成 这是有形的 无形的那个不可能 医疗的温度 医疗的爱 把它真正落实 所以让一家 大家原本刻板印象 冷冰冰的白色巨塔 变成一个充满温暖 充满快乐 充满幸福的另外一个家 而且这个大厅有时候还会传来 钢琴演奏音乐的声音 这也是另一种人文的展现 没有错 这是以病人为中心 他一进门 就会去体会这样的一个气氛 企业的时候 有一个阿嬷就住在大厘城 他跟他媳妇说 你带我来大厘看病了 媳妇说 你要看哪一棵你三个病 他说三个病都好 他说你如果没病你去看 不可以啊 隔壁那个去看 对面那个去看 我没其他可以 没对就定了 对吧 所以他看哪一棵都没有关系 就是要来看 要来体会一下 那个气氛 谢谢 好 这棵 是 你再坐一会儿 好 谢谢你 阿嬷我跟你说 现在四十好 你的核买是六十二好 不然还等很久 等很久 你等一会儿 谢谢 谢谢你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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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个 下一个 好 以前我们的医疗都着重在治疗 换句话说 你中风 你这个心肌梗塞 你到急诊处来 那我们就住家务病房 住病房 帮你治疗 治疗 后来想 这个未免太慢 太消极 我们是不是能够预防 让心肌梗塞 让这个中风不要发生 是 这个叫预防 是 但是现在世界卫生组织 已经发现光预防是不够 健康不是光没有病 健康是要让你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在家庭上 在经济上 在社会上 能够发挥它的功能 这个叫做健康促进 所以过去25年来 在欧洲就促成了这样的一个团体 叫做健康促进医院协会 所以医院不应该只有在治疗上面 它要在预防 然后健康促进 有人跟我说 你们健康促进医院做得很好 我说不是 我们慈激医院是 生下来就是健康促进 我们的骨子里面就是健康促进 怎么说呢 环保我们本来就在做 素食我们本来就在推 我们一切节能减碳 一切都是以健康促进这样的目标 所以让台湾的医疗品质 实际的医疗人文在国际上被看见 感恩子行长 我们的努力 我们共同的努力 专业其实是最基本功 我看到陈青城副院长坐在这里 我就真的觉得好好的赞叹他 明年晚上你的戏就要播了 指尖的温暖 透过指尖长的嘴巴来说说 当时像他这样子一人一颗 说实话是很幸福 非常幸福 因为值班的是一个人之堂 一天24小时 一个礼拜七天 都是他一个人在做 因为那个时候神外就是一个人 其实大连钢企业的时候 我们一人颗还不少 不少 不少 有好几颗 麻醉颗 麻醉颗也是 赖主任 眼科也是 眼科也是 不是啊 回房里睡吧 好几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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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我放大 应该要是脑出血 别用船舌 准备照CD 好 两戏屏 帮你吃 是 就那时候没有一个观点的时候 可以不用值班 那个观念就是 只要病人还在 我们都是要值班 所以即使一个人 还是把所有班都扛下来 现在想起好像蛮不可思议 对啊 一年365天 一天24小时 你有四五年的时间都这样做 没错 当然其实早期 执行长讲我们人很少 执行长自己都亲自到 执行长就值第一线班 听说你这么过执行长的电话 执行长说 什么 现在有一个病人 怎么出血了 就叫我快来看 那其实我们神经外科 脑初血是分好几种的 它是其中的一种叫做慢性硬朗膜下初血 早期大概那时候没有人说 我经常打给我 我就赶快跑去看 说这个要开刀 所以大概那是差不多是 我们那个时候第一台开脑手术 当一个院长 他要认定方向 这个很重要 是 第二个他外面能够争取资源 尽量争取 第三个他就是要让各个科去发挥 那第四个也是很重要 他是要补位 因为他有不足的地方 你就要补进去 你刚刚说的急诊 急诊的波浪 我就落去 什么地方欠人 我下去 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你要让这个整个能够很好完成的呈现 你就是要去补位 就是那么单纯 当时的林院长 现在是承担更大的责任 是林执行长 那当时的检妇院长 现在是台中职记院的院长 这三员里面 跟你还有一个大厘历历的历历 大人自這個病院 你看22年前到現在 你覺得最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我就維持這兩個人了 漂亮… 自參長的大病院到現在國際級的醫院 你都沒有離開了 這20年來你想清楚其中的變化 特別是這幾年來 新冠疫情 大林慈濟運也扮演守護鄉親健康 守護愛這個良人 對啊 其實這兩年以外 兩年多來 我們市場醫院裡面是屬於 衛福部所設定的嘉義縣 兩家主要的專責醫院 也就是說只要是重症患者 需要住驕傲病房 需要住病房的 都是優先以我們醫院為後送的醫院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也會到外面大情的注射 育皇注射到學校也好到村里 那邊去做育皇注射 然後也會開設篩檢站 那這部分我們也對整個國家 做到很大的貢獻 特別是我們雲家地區的鄉親 事實上是有很大的幫助 再次的恭喜執行長的新書 那三位其實我用老中青來說 不知道對不對 因為剛才我們在整理資料的時候發現 檢院長跟我講說 你們三位都浪十一年浪十一年浪十一年浪十一歲 老中青 那請中跟青為我們這本書的誕生 還有您執行長說說祝福的話好不好 我想其實醫療裡面傳承是最重要的 也許我們跟執行長之間有十一歲 是這樣的一個差距 但是那一份長期共事以後 那會打破所有的那個界限 好像會把我們突然間這個武功也增強了一些 因為我們會看到執行長所作所為 對同仁 那麼都是一種鼓勵 所以他講起來 我覺得老子講的話 功成而福居 任何事情全部都跟他無關 都是你們的功勞 可是任何事情都跟他有關 任何事情都跟大臨有關 任何事情大臨那份辛苦的開始 都跟臣妇有關 全部呢 你跟誰說 其實職上也好 檢驗長也好 都是我們很好的一個典範 其實我們在行醫的過程中 因為有這樣的low mode 所以我們會每次只要一想到 他們 我們就覺得 可以繼續往下去走下去的一個力量 就出來了 這個不是個人 是沒有錯 有一大部分是我口述 對 但是這個是我們一起打造的幸福醫院 我們就是大家 我們醫院有四種人 醫師 護士 醫技跟行政 再加上志工 五種人員打造出來的幸福醫院 而什麼留給自己呢 困難 壓力 責任 當困難 壓力 責任 不是辛苦 而是幸福的時候 那就是一個美滿的天地了 再次恭喜執行長的新書 那也稍待 我們繼續來看看 明天晚上要播出的 指尖的溫暖 五種人 瓜哥 都沒有送款 沒有 怎麼會影音來吹冷氣的 下一位 是 下一位 是 下一位 下一位 陳醫師又被課訴了 怎麼辦 讓我猜猜好不好 人家一定會覺得他的笑容 太少 這個感覺太兇了 陳醫師啊 你要去接手 不要臉鬧臉鬧 別人不知道 就是我欠你五百萬耶 陳清澄 怎樣 陳清澄 我剛才我們一過十年 要認識 都想要找照顧 想要找照顧 想要找照顧 我沒做錯 病人家屬跟醫生之間也是一樣 救的活的時候 醫生是菩薩 救不活的時候 醫生就仇人了 是啊 用心做好醫師的工作 就是善的循環 堅持下去 陳清澄 為了家人 病人 還有自己當醫師的初衷 我不能因為一次的挫折或考驗 就被打倒 陳清澄 你要振作起來 病人還在等著你 你沒有時間自怨自疫 你沒有時間心情不好 你也沒有時間為自己感到不平呢 你說哪些 偷 pero 他才能有痊癒 真是腰痛 你沒有時間為是 而是有痊癒 你沒有時間為了 那你就會有痊癒 不要急 你沒時間為了 陈京城副院长 换装了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 就是在戏里面 Junior 韩一帮饰演的角色 过来就是你的水母 真的是成功男人背后最重要的推手 朱田怡 师姐 主持人好 全球观众大家好 田羽安 燕丽 我觉得很胜 温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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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 过来就这位我真好唱歌 也陪伴很多人走过生命幽谷 大林慈激院志公主的组长 明月师姐 全球观众大家好 我都习惯叫你明月师姑 戏里面就是王娟饰演你的角色 对吧 来 阿诗 我叫你阿诗到没关系 没问题 因为我市里面都 子昵长都叫我阿诗 我爸也叫我阿诗 所以我爸和子昵长都叫我阿诗 阿诗 阿诗 真有名 阿诗 第一名 因为你求学的过程都非常顺利 但是我自己看完之后 我感觉有两个我个人觉得很重要的段落 就是第一 姿势可以脱贫 姿势可以产生力量 你们团队和你们团队都出过来吃头肉 我店府军也找不到什么去头堂做 所以我们明月才开始 我也要出去 司机去看有什么三天堂做 你们老婆身体不好还要照顾碎痕 我们家里就像你最大人了 那你也最大事了 所以我们现在开始 这个鸡头交给你花 这是这家鸡的学位 和这家鸡的最外卫了 交给你了 更缺的用的了 有名字开始 菜都给你买了 你会想吗 我也会想啦 我一早买贵 事情是这样啦 我发现经常跟你很少带便当 所以我想说来了解一个家的状况 我知道家的状况 让经常讨厌是很不方便的 所以都要利用客户的时间看主 但是我也是希望郭先生 可以更加努力跟同学来玩 想不到他才会讨厌 想不到他才会讨厌 我回去都在外面做事 很烦在家里 他老母亲身体不好 还要照顾收地到收买 所以家里的工作都够给他做了 他才没时间出自家联盟了 是这样喔 他还能把头部这么好 真是不简单 老子的头部没重要 重要的是他自己要的工作 为了想我 他们大胆和大胆 稍微出去 就出去 靠你吃头肉了 兄弟 心情这么好 绝对第一名比较 郭先生 你刚刚都没想过 要让他继续他了 他人家这个人家 这么多 是大胆子的 对 我们有报告师 你姐妹 从国后开始 尤其如果 主席时间到 要到学校的时候 他都是最尴尬的 怎样的 没钱 没钱有时候就要逃学 没办法去上学 那就是常常会拖拖拖 拖到差不多这个风投过了 不然就说去上学 老师说 陈欣诚你今天学会有杀吗 他说 老师我今天不记得你杀 其实没钱好杀 不是不记得你杀 但这个是一个理由 当然经过这样 老师就知道 这个小孩没钱 所以他们会帮我找一些案子 譬如说是公立的小学 所以学会的科幼 就不用了 有时候陈欣诚你没帖 他就可能同学 师傅招零买 没有人这样 说这帖帖给你 帽子给你 铅笔没有铅笔 没这个人也是师傅招零 也给你 就等于很多老师的帮忙 到现在 所以在那个物力维艰 非常艰困的家庭 成长的小孩 会让你对未来有什么憧憬吗 其实我是单纯简单 因为我们的时代就是说 有学好讨就好了 所以像现在的孩子说 穿在的说 是不是要念个什么明星小学 或明星国中 没有那种事 我们那个时候就 曾经成立的学籍就是 东东国小 你就讨论东东国小 你国中就要民生国中 你讨民生国中 高中当然要科技 是 要科 所以你不用想多 反正就一步一步 叫政府差不多 这个规则来行就好了 所以还好 很单纯 你那时候幼小的心灵 会觉得说 像我们老师跟我们教的 哪里自己是招零 会改变你的未来 你那时候有这种想法 其实我同样 很单纯 反正就认真念书就对了 你算教学吗 自然就会 不知道 就是你常常你考试的话 你就 好像看过一遍 就好像会了 有时候老师不教 你自己擦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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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擦 就是那种感觉 你应该像上人说的 有很小的擦 我也不知道 有的看得到 哪有想法看过 这样 这样喔 来 嘉夫人 您在这里面 我们这几个人 你算是认识他最久的人 您结婚到今年多久了 二十几年 二十几年 对 当初你看到他的时候 你第一印象 这是你的菜吗 不是 他很凶 他以前都不讲话 你们是在台大医院认识的吗 对 那时候你是医师 你是护理师 对吧 对 既然不是你的菜 但是他 后来做 他是我的菜 对啊 天一啊 我是一个很认真的人 希望你可以给我机会 对 对 最近陈医师很积极喔 你到底要不要接受人家 陈医师仍然蛮好的 可是我现在分手 想到没有 拜托 连我都看得出来 他很认识在追你耶 姐 他条件不错啊 未来一定很有发展 你到底喜不喜欢人家了 现在上班时间 不跟你讲什么 突然我想喝珍奶 现在大半夜的 去哪儿买珍奶啊 所以就说想想而已嘛 好啦 我们好好值班吧 珍珠奶茶 谢谢 谢谢 哎呦 大半夜的珍珠奶茶不好买吧 哎呦 店一定都关门了 怎么买到的啊 对啊 你后来给她的原因是什么 她是认识久了 熟了才知道 她其实不是这么凶 这么严肃的 对 你觉得她的优点是什么 如果要列两条的话 第一条是什么 简单单纯 第二呢 就简单跟单纯 单纯简单啊 所以你们两个是 其实理念是一样的 你的训组不是有些 有什么目标的就是训 训训训训训训 那有这个想法 直接在说下一步 能做什么 你不要幻想 你想说我 弄一个很大的目标 其实是不切实际嘛 是 所以我在讀科医生 我放在国中 国后想讀国中就好了 国中就讀科医生 到高中才会想说 台下要讀科医生 做医生 做一个外科医生 是你自己的目标还是方安排的 其实刚才有说 我讀科医生 讀科医生有很多人帮忙 里面最特别的是黄老师 黄老师就说 你去讀科医生 做医生要做外科 他就说 外科 外科我心里说 没有来做外科 其实我学东西还算快 所以所不巧 但是就是特别做这些事情好像还好 所以心里的事足够 可以去做外科 所以那个时代刚好 念大学的时候 有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 也都想做外科 所以我们大家就教教的 所以我们的背都教做外科 所以读完卷书 行万里路 然后名师子路 他给你補这条 你就读完卷 你就一直读完卷 对 这件事 老师有去邮局 用你的名字开了一个户头 你有需要就领出来用 里面的钱虽然不多 但是够你用一阵子了 老师 这我不能收 你自己有想要念什么 我想念工费学校 可是要念什么科系 我还没有想到 那我之前的提议 念医学器 只是 以前带我妹妹去看病的时候 我曾经想过 一个好的医生 要为病人着想 有些病 对医生来说只是小毛病 但是对家属来说 因为是自己的亲人 看到他不舒服会心疼 但会觉得严重 所以我想 一个好的医生 一定要为病人着想 如果我是医生 我会做到的 很好 你能抱着这种想法 老师也觉得很开心 如果你将来行医 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医生 看来我支持你去医生学 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那在明月师姐的眼中 一开始她有给你温暖的感觉吗 刚刚提议说她胸炎 倒是胸我没有感觉 倒是很严格 那种炎的表情 就是脸上是不像现在这么可爱 我刚刚看着她讲话的神情 内容多 然后脸上是什么 会绽放笑容 是以前我们刚开业的时候 那段期间看不到的 对 而且常会受到很多病人 不能讲很多 偶尔 很多 我都不知道 然后来说 你那个丹肌生 她说很严格 我说得很严格 很严格 直接很生气 确实真的 那时候感觉上病人 就是她讲的 确实疾病的状况 大概也觉得到这里 是 可是我就形容说她是快 很准 我知道 讲话都温柔一点 多讲一点话 这些我就知道了 尽量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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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医师 脖子有点好吗 陈医师 你开的腰子很急 赞 我现在都不疼 你看 我现在哭了 还抬起来 顺顺顺顺顺 都不开顺顺顺顺 不要太勉强了 明月师姐 你看她的笑 她的笑 她的笑 她明明对的笑 陈医师 你知道吗 你要跟她的笑 不要面好面嘲 别人不知道 就是我欠你五百万 对啦 阿嬷 做得很有道理 你看陈医师人真的很好 只是工作太忙比较严肃 试试下她也会笑笑 对 你先开工 我来去忙 有的人要说完 话走就走 好 又这样没有表情 然后又酷酷的 酷酷的 酷酷的 然后就是手又放后面 那再一个 你要不要来一段 模仿一段示范 让我看一下她 我看看 我去看看 手一颗表 然后就这样 手放后面 然后就没有表情的 但是是很认真的 你手插的表情 你想什么 你想什么 想白人的事情 对啊 想白人的事情 对啊 每一个时刻 你会想这个病人 现在什么问题 就想了 我们要怎么处理 对吧 甚至要靠到老师 要查 paper 对不对 不然我们继续 要怎么理 以前很多病 不是我看到病 不是老师 有的老师 也没有给你夹 还是要你自己来 是 所以你绝对不是 头小下去 不是 就是我们既然 我们既然搭这个阵子 对啊 我们就要让别人 由苦转乐 对啊 所以你头上都想的 都想 现在有想说 这个桌这么困难 要怎么开 要想一下 这个别人的背景 要怎么处理 你会自己觉得说 我怎么这么厚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天二十四点钟 跟我有很多人过 神经外科 我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其实 刚开始 本来是有两个医生 一个是我的老师 我想说 这样子肯定了 不错 结果 到处要治愿 尽是说他不会来 像我一个 但是我们在台台的 訓練是跟我们说 只要有病人住院 有病人需要 我们就是要值班 要上班 完全没有想过说 这个班是不是可以说 干脆一三五二四六就好了 没有想过这种事情 就说那不然就每天值好了 每天值没想到一直想到明年 看看有没有别人 这样一年 两年 三年 四年 就一直下去 喂 天涯 天涯 我手术都完了 但是我担心病人状况 所以还不能走 你今天产检 怎么样 做得好不好 平安就好 天涯啊 对不起啊 都不能陪在你身边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嗯 好 我知道 早点休息啊 好 拜拜 拜拜 爸爸 爸爸今天没有办法回来睡觉了 对不起 我听到 своим生活 真的没有办法回来睡了 你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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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什么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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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鱼音绕梁 三日不绝鱼耳 明月师父 你很会唱歌 你有唱我们听听吗 好不好 带我们一起回忆那个 我也倒唱 好 咱来倒唱 好 说什么 志工也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医院跟病人家属之间的桥梁润滑剂 真的回顾大龄开业的艰辛 真的 我们真的非常敬佩 我们有一个非常 真的是卡达很强的林俊龙院长 然后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些副院长 他们真的就是 各式其职 所以什么叫幸福 对我的感受就是说 疫情有共同目标的人 然后互相补卫 互相协助 互相支持 一直走过那个困难的 那种甜蜜的感觉 对我现在回顾来讲 那就是叫幸福 好 明晚八点 今天 指尖的温暖就要陪伴大家 看看这位在大人出生的艰辛子 如何拖地式来改变他们的未来 如何遇到民师 如何在贵人的相助之下 把他的专业功能变为良人 守护健康 守护爱 所以最后要给你赖路赞叹 明晚八点 别忘了收看 指尖的温暖 感恩三位 感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